柯文哲最近风波不断 太太陈佩琪在脸书上发文自曝 违法用人头开公司 更透露柯文哲大概被气到晚上不想回家 那么今天上午陈佩琪又再度的发文表示 她算是有翻译但是没有犯行 希望法院可以从轻两行 七夕情人节 柯文哲晒出夫妻合照秀恩爱 但两人最近似乎陷入冷战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周五脸书自曝 违法用儿子的名字成立公司 打算开小草咖啡厅 替先生布局2028总统大选 但9月才退休 身为公务员却找人头开公司 遭人检举 陈佩琪说该关多久 该赔多少通通认了 更说柯文哲大概气到晚上不想回家 隔天脸书在发文自白 的确开了公司 也承认儿子未来不是经营人 但公司还没运作 算是有犯意但未有犯行 请法院从轻量刑 不过律师分析 陈佩琪恐怕受反三大法律责任 有申领这个不开业 不兼职奖金的话 有见解认为说 这涉及的就是贪污治罪条例 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 或不会沦为高宏案的翻版 行政责任由于已经申请退休 难追咎 但找人头开公司 不论有无税务资本额等 人设嫌刑法是公务人员等载不实罪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于贪污治罪条例重罪 则得是陈佩琪有无申请奖金 但有议员质疑 太太找儿子开公司 而且就设在 柯文哲办公室的楼下 做父亲的怎么可能不知情 所以陈佩琪又出来救夫了 用切割的方式 就想要把这个违法的事情 要止血于陈佩琪 陈佩琪脸书还酸 以后要开店 只要提领现金 三百万目前是无罪的 用高铁运送 只要不要忘了拿下车就行 家人同样卷入违法争议 柯文哲可说蜡烛多头烧 这位黄里面红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